以前屏風是文人大量研究使用的一個東西 幾乎每家都會有 後來就判斷得太厲害了 最近畫家,包括收老屏風的那些人 就慢慢地又把這個屏風風氣又帶起來了 大家喊我小菩提 88年出生的 在蘇州的光伏太湖邊 我是一個可以吃遍五湖四海 玩遍四海八方的人 從1996年的時候,我開始學畫中國畫 我老師是無門畫派那一路傳承下來的 大學裡的時候,是臨摩送員小品畫 有一張畫叫山館讀書圖 有一個主人不按讀書 外面的小童在掃地 他和那個小童之間隔了一張大的屏風 這個小東西就吸引到我了 我就去關注一些書 古代繪畫裡的一些屏風使用 屏風種類和樣式 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 《禮記》當中的明堂衛記載 周天子坐在一個屏風前 接受群臣的朝拜 後來他就變得私人化、居家化 懷音蕭夏土 一個男子在踏上睡覺 有一面屏風 給他既擋了風,又遮了陽光 屏風畫意的高水準 是和文人士大夫審美相契合的 1819年,我在朋友的店裡面 看到他收回來的小小的日本的屏風 金光閃閃的 我說給我吧 我拿回去畫一張試試 第一個大屏風 南巡谷鎮上的一棵老樹 樹彎彎的畫了一個紅衣少年 樹裡面的一個小精靈 金箔最難了 看個三五年,我把它擦了 再換另外一張上去 屏風呢,它是有好幾種材質 金箔面、金鑌 另外一種是紙 加上邊框朱砂色的、黑色的 刷的是木頭和大漆 金屬類的那種 我現在手上畫的這個 1米74的大屏風 六連的、六閃 宣草百樹圖材料 它用的是金鑌 落墨上去以後,它就不能改動了 一棵百樹和宣草 代表著長壽、愛 用這個屏風做一個暫時性的隔斷 讓彈畫更具有隱密性 同時又讓人有一種安全感 小的屏風紙面 高度50公分左右 糊石花卉 它是專門在榻榻米上的一個裝飾 我們平時喝茶都是生炭的 折瓶給它一檔 更多的是欣賞 當時是我畢業以後 家裡人就希望我考個公務員 做個老師 我說我要去北京 我想全職畫畫 北京的蘇州人特別少 我家離天安門不遠 已經住了有五六年了 古人有云,不可居無竹 在院子裡種上一排 樓下就是一個茶空間 一個陽台 可以賞雨喝茶 二層是我一個更加私密性畫室 12點開始畫 一直畫到凌晨2點左右 有關茶室系列 我身邊喝茶的朋友特別多 把茶會場景從庭院 從書斋、從室內 挪到了室外大自然當中去 有時候在山崖之上 有時候在河塘邊上 我那個景是燥 但是也是現實生活當中的一個狀態 2020年疫情的時候 凌晨2點6個 一抬頭看到一輪圓月 一個人在北京 稍微有點思念家裡人和家鄉 我突然想 中國畫裡面 是不是可以畫一些夜景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 我看到那朵白雲跟我畫得一模一樣 可能我們住在城市裡面 覺得這些東西離他們太遙遠 不是古畫脫離了現實 而是我們脫離了大自然 目前我跟我的狗子一起生活 每隔一兩個月 會去我朋友的山居小住一晚 我身邊全是女孩子 扎堆一起玩的 各行各業的都有 吃素食 登山 望遠 吹吹山風 爬一爬野長城 很多人很難理解 你一個人不孤單嗎 其實是你要先盡心以後 才能去畫畫寫字 像齒巴屏風後來就失傳了 變得越來越小眾化 但是現在的人有一個審美的要求 他會慢慢地看到這個屏風 家裡茶室或者是臥室 可以把一個屏風所見所感 更多的是表達他們的一種心性 醬料 火爆發 火爆發 勤底